觀眾朋友 今天如果您現在有從第一局看到現在的話 您真的是最幸福的球迷 這九局的比賽真的是 無法形容的讓我感覺到幸福 這好像是未來日本台的戲劇常用的幸福 幸福 真的太幸福了 第十局的比賽 還有這個開球本來第一時間母球好像要洗澡 現在又沒洗澡連接球又是非常lucky的chance 這兩位選手就是完全在比進攻 我們看第一時間這母球又洗澡的這種現象 結果被這個五號球給帶了一下 一號球右下角的底帶 簡單的下右三一開心過來做到二號球腰彈 然後四號球的左上角的底帶 這球看能不能打整顆然後拉桿回去 四五當然是做同帶的 好 下地一桿一桿 好 六號球在這邊 所以它往左邊走 方便做六號球 這球 這球 母球會去帶到九號球嗎 應該是不會吧 只是我剛剛覺得它如果說剛剛做這個 四號球 它如果說這樣拉桿回來 我覺得應該是會比較簡單一點 你就一顆星過來做這個六號球這個蛋 現在這樣來講的話 莫非它要破壞這個七九現有的一個狀況 六號球乾脆做腰彈 推竿只有兩顆星 出狀況了 那這樣子就討厭了 所以我覺得他剛剛在做這個四號球 這個 兩位選手的這個表情是很有意思的 阿蘇在打的時候 這個夏惠凱的表情 夏惠凱出一點狀況的時候 阿蘇的表情不一樣 所以現在兩位選手可以說是一個 戰鬥力阿 這個指數阿 技術各方面是頂尖的 不過夏惠凱這個球是出了一點狀況 對 當然這可以往前推啦 上一顆球 可能在這個做球上面的判斷 沒有沒有判斷 非常的完美 我們看這球 他也是要拚進攻嗎 應該是要下佐塞 躲在七九後面吧 做防守 力量的掌控怎麼樣 相當好 相當好 這球打得相當好 謝謝 他說如果拿短桿上來的話 就是表示要這個 跳球 罐球 罐球 進攻 那如果長桿來的話 就是要解球 解球有兩種解法喔 當然 這畫錯了 勾上來 六號球要拚 那另外一種解法的話 就是 要回去拿短桿喔 好 所以你也不用畫了 對 所以他這個球是要拚一個 跳球之後灌一顆星 就看他的想法在哪裡 選擇要拚 這個 就是 今天你沒洗腦的啦 我不防守的啦 我不防守 對 只要看得到球 我就是要拚一顆星也好 兩顆星也好 阿順今天真的太殺了 真的 以後乾脆叫他冷面煞星好 不要叫他撞球之子 其實實在是殺氣太強 差一點 有沒有放嗆呢 基本上來講的話 不算放嗆 好 這場比賽 這個如果 外國選手看到 會覺得說 不敢來台灣 真的 你們台灣選手太恐怖了 自家人打自家人了 這個 完全不放水啊 對 全部還是真刀真槍直接打起來了 我覺得 資料上面 阿順是排名第七 夏惠凱是排名第九 這個以後外國人碰到的時候 我們講說 這個他們兩位選手 一位世界排名第七 一位排名第九 那但是在台灣的話 一位是排名第七十 一位排名第九十 都嚇死了 好 我們看夏惠凱這球是要拼薄球 他也沒有在safe了啦 逼不得已才 沒有辦法進攻才safe的 現在就是拚了 但是我球還在走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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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不是死的耶 夏惠凱就 夏惠凱說 我也不防守 今天我們兩個都豁出去的 絕不防守 今天我們兩個都豁出去的 能拼的球我一定拼 沒問題的 好看喔這場比賽 4比6 夏惠凱也是連追四局回來啊 哇 真的沒有辜負他們兩個的稱號 一個是撞球之子 一個是無敵鐵金剛啊 我們來看這個球 對 真的打得很好 而且這個佐塞的力量喔 走兩顆心 當然這個 安娜達要給他掌聲了 對對對 老公打勁老婆給他 這個愛的鼓勵